一则话题为 警号居然可以和朋友一个户口本警号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讨论 有的网友好奇 能否将户口投靠或挂靠到北上广这种一线大城市的朋友家 也有网友调侃 若真能投靠或挂靠到朋友同一个户口 相当于寄人篱下 据媒体报道 8月3日公安部提出将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 试点实施灵活落户政策 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今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包括广州 深圳 南京 武汉 郑州 西安等多个一二线城市 对户籍政策实施进一步调整 户籍政策壁垒加速破除 在部分城市强跑灵文坛 落户的环境下 关于投靠朋友落户也引发热议 近日 红星新闻致电了多个省会城市或经济人口大事的相关部门 询问相关户籍管理政策 记者了解到 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在上海 深圳 杭州 海口等城市 可以将户口挂靠朋友户口下 也有的城市户籍管理 咨询电话接听人员明确表示 非直系亲属关系者不可将户口挂靠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江全宝教授在与红星新闻时表示 非亲属落户方式对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存在一定的挑战 记者调查 各地千户政策不一 部分城市可实现投靠朋友落户 11月14日 一名网友在深圳政府在线互动交流中询问 我本人和小孩现在户口在南山区派出所辖区内 我想通过室内移居的方式挂靠到保安区朋友的家庭户 请问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怎样办理 11月16日 深圳市公安局的回复内容中提到 投靠人属于已挂靠朋友或其他亲属家庭户的 经户主到场同意 其成年子女配偶父母可签入该家庭户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若有外地人想将户口挂靠或投靠在上海海口杭州等城市的朋友家中 若朋友同意且愿意配合办理签户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南昌甚至可以做到零门槛 红星新闻 这点南昌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户籍业务咨询电话 一名工作人员回复称 若南昌本地一人有房 外地非亲属朋友想要投靠南昌本地朋友的话 只需要本地朋友同意落户的书面说明 外地朋友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就可以落户 记者注意到 南昌市公安局2020年4月公开发布的 《关于全面放开我是城镇落户限制》的实施意见中提到 全面取消在 我是城镇地域落户的参保年限 居住年限 学历要求等切入条件限制 实行以群众申请为主 不附加其他条件 同户人员可以随先的临门槛准入政策 且放宽落户地址限制 将地域审批全线下放至派出所 记者致电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户籍业务咨询电话 一名工作人员提到 若杭州本地朋友持杭州本地产权房产证 外地朋友未婚且在杭州无房 外地朋友在满足落户杭州的条件下 经本地朋友所在房屋的房主同意后 可以和朋友落户在一个户口上 海南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政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红星新闻 如果两个人的条件均满足落户海口的条件 且共同在海口购买一套房产 那么两人均可落户在同一个户口上 但只有一人能当户主 红星新闻致电合肥包和区行政服务中心了解到 如果双方合伙买房可以落在同一个户口上 只能一人是户主 另一个非亲属关系者则为挂户 红星新闻致电沈阳市公安局户籍咨询电话 一名工作人员称 如果朋友双方均是沈阳户口 一方朋友想要迁到另一方朋友家 若户主和房主非同一人 需要户主和房主到场 在同意落户声明上签字 室外的人员想要落户本市朋友家 先得满足沈阳的落户条件 记者致电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户籍咨询电话了解到 若外地人满足户口迁入郑州的条件 需要当地的户主同意并出具说明 则可迁入当地朋友同一户口 红星新闻致电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 机械员告诉记者 满足落户上海的外地人员 想要想要迁入上海朋友的户口 需要到在相关管理网站上登记信息 且在朋友家连续住满六个月 并提供关系证明等资料可以迁入 记者注意到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执行本事投靠类户口迁移政策的若干规定中提到 符合本事投靠类户口迁移政策的申请人 应当征得本事被投靠人同意后方可办理落户手续 申请人有多个可投靠地址的 原则上应当在本人的经常居住的合法住所出落户 因家庭矛盾或其他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其户口不能落户的 由申请人书面申请 并经属地公安派出所 居村委会和相关部门证实的 可以在申请人本人 亲属在本市的合法住所出落户 记者随机致电北京 广州等共计十个省会城市 或直辖市相关部门的户籍咨询电话 询问两人在非直席亲属 只是朋友的情况下 外地人是否可以将户口迁入到当地朋友的户口上时 得到的回复均为不可以 也有部分城市人员在回复不可以时补充到 还得以实际情况为准 对话专家 不产生直接法律问题 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 关于投靠朋友落户背后涉及的政策情况及影响 红星新闻记者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江全宝教授进行了对话 红星新闻 我们在实际采访中注意到 目前部分城市临门槛落户 但部分大城市投靠朋友 非直系亲属关系落户无法实现 或者有诸多限制 为什么各地要求不一样 江全宝 各地区根据人口结构 资源环境等因素 来考虑制定不同的落户政策 以适应当前社会的需求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 具有人口登记 迁移限制 竞争性福利行政限制三重功能 不同区域根据当前发展需求 做出不同的优化调整 确保当地户籍人口增量 稳定有序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国户籍的特别之处在于 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 与户籍挂钩 因此不同人口规模和发展程度的城市 落户条件差异性较大 一般而言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人口承载力有限 城市户籍准入限制严格 以控制人口规模为主 其他城市 则按照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型城市的顺序 户籍限制 依次为合理确定落户条件 有序放开落户限制 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近些年 中小型城市的落户门槛逐渐放宽 通过多种形式的落户方式 吸引人才 深圳市允许市民 将户口挂靠在亲戚朋友家中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即可按照程序申请办理 一是户口在企业集体户内 因企业破产 倒闭 改制等原因 企业已无专人管理集体户 亲友同意将其户口 迁入家庭户内的 二是户口在派出所代管户内的 三是户口在人才服务中心 等中介机构的 中山市对入集体户 或符合搭户情形的申请人的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 可一并随签 但暂缓投靠 符合条件挂靠搭户的 每一家庭户 只允许非直系亲属 挂靠搭户一次 同一家庭户中 已有非直系亲属的 不允许再被挂靠搭户 南京 杭州 长沙 武汉 厦门 西安等城市 亦出台了较宽松的落户政策 本科毕业生 均可在上述城市 通过学历落户 专科毕业生 亦通常仅需满足 稳定就业 及社保记录等条件 即可落户 红星新闻 以朋友关系 落在一个户口本上 成为非亲属关系 这是什么样的关系 其中的教育学位等 财产怎么分配 是否会改变家庭关系 将全保 户口本上非亲属 只同在一个户口上的人 没有血缘或婚姻家庭关系的亲属 挂靠非直系亲属家 不能上亲戚家附近的小学 如果亲戚是直系亲属 则可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规定的 就近入学政策 其中就提到 户口的挂靠 需是直系亲属 借房产证给别人家的孩子 报名上学 有可能会影响自己家孩子 以后上学 因为个别地方政策 是一套房子 一定年限之内 只提供一个学位 户口挂靠 不影响原房主房子的所有权 使用权 非亲属户口挂靠 不产生直接法律问题 户主无需对挂靠人员的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 户口落户 跟继承财产没有关系 财产分配或继承 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这只是把户口 从原家庭户口牵出的一种形式 并不会改变家庭之前的亲属关系 虽然挂靠在朋友家中 户口发生了改变 但是仍属于原来家庭的家庭成员 可以继续与原家庭进行交往 经济上 从原家庭牵出户口 一般情况下 并不会影响遗产的继承权 红星新闻 这种落户方式 对家庭结构 社会结构 会有什么影响 将全保 非亲属落户方式 对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存在一定的挑战 非亲属落户可能带来以下积极影响 在家庭结构方面 这种落户方式 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居住地 在社会结构方面 这种落户方式可以缓解城市人口压力 促进城乡人口流动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同时 非亲属落户方式 还可以促进社会多元化 提高社会包容性 使得不同群体 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 非亲属落户方式 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在我国 亲属关系在传统文化中 具有重要地位 非亲属落户方式 可能对传统文化观念产生冲击 导致一些人 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认知 发生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